全球首创海上都市 将驻法蜀波里尼西亚 想象一下 一个完全自制的水上都市 没有政府干预 没有法律规章 也不用缴税 自由主义者的这个梦想 再过几年就会实现了 1月13日 法蜀波里尼西亚 同意让世界第一个漂浮都市 或说海上家园 进驻其保护水域 这座海上家园 计划成为经济特区 为太阳能 水产养殖 和风能开发创新科技 在设计方面 这座都市的结构 将会是互相通联 由钢筋混凝土 制成的正方形与五边形平台 平台也有住宅 商用 到绿衣空间等多种用途 每平方英尺的定价 则接近纽约或伦敦等大城市 这项计划的初始岛屿 总计将耗资 一千万到五千万美元建造 并且有几十人入驻 海平面上升 正威胁着许多太平洋岛屿 海上家园的拥护者相信 漂浮都市可能就是解药 海上社区也有可能 稍微降低当地的水温 让命在淡气的珊瑚 恢复健康 海上家园研究所 将必须完成环境 与经济可行性的研究 但计划最早 可能在明年就开始动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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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